那达里奥在自己的领域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其中提到中国面临百年风暴 引起了很多网友朋友们的注意 我们在思想先驱报节目中还特别为大家介绍到 而达里奥在今天又重新的发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做为何坚持投资中国 是不是之前百年风暴引起了太多的误会 那么现在达里奥又重新做澄清了 达里奥又怎样提出了坚持投资中国的理由 想要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篇文章这个我觉得是达里奥自己他就规划好了 那甚至还会有第三部 这个作为一个中国通的达里奥 很可能也会预料到他说的这个百年的中国 中国百年风暴这样的文章一发出 势必会引起怎样的一个反馈 那在最新的达里奥在领域上发布的这个博客文章 他也是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在中国进行投资 他说自己一直在参与中国的市场 甚至在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之前 达里奥自己就参与其中也是为中国这个证券市场的创立 提供了一些微小的帮助 那按照达里奥的这种他的这个投资哲学 没有不好的市场只有不好的政策 他觉得现在中国的市场就适合他这样的一种投资的哲学 那在40多年的时间中 达里奥也说自己和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并且也是深深的爱上了中国这里 那对达里奥来说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市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达里奥自己是不想离开任何一方 达里奥既不会在经济繁荣时加入 也不会在经济困难时退出 这个达里奥自己也是自定义不是一个全天候的朋友 也不是全天候的投资者 但是达里奥热爱并需要了解这个世界 要了解世界 达里奥认为就必须了解中国 而要了解中国 达里奥认为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把自己放在中国之中 那如果不投资中国 达里奥认为他无法实现他所希望的多元化 例如在最重要的行业中 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来看也是为二的主导力量了 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决定世界的格局 那对于达里奥来说 之前的这个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他这一次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 他说他之前文章中描述的中国问题是可控的 可控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问题是可控的 第一如果达里奥的工作做得好 达里奥可以控制住 控制住自身的问题 达里奥自己的投资风格并不偏向于任何特定的环境 如果这个股票 无论是牛市或是熊市 无论是跑赢或跑输大盘 第二达里奥认为 如果中国领导人又聪明又勇敢 他们的工作可以做得好 那中国的领导人也是可控的 达里奥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最终会妥善处理 他之前列出的那些问题 这里他还举例说 看到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领导人正准备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 进行债务重组以实现一个比较看得过去的去杠杆化 那与历史上所有国家一样 中国可以重组金融体系经济那时期具有生产力 那他们也可以管理好如何应对政治地缘政治自然和技术的力量 那么达里奥之里也说他在许多国家的许多周期中都参与进行过投资 也学会了一句格言 说买入的时机是街头血流成河的时候 说成大白话就是买入的时机就是当所有人都憎恨这个市场 而且市场又很便宜的时候 达里奥还特别列出现在中国的市场状况 中国的证券市场的状况就是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情景 那尤其他还提到现在的中国经济领导层看起来 是越来越有可能进行类似的漂亮的去杠杆化的时候 那这里达里奥也是进一步的阐述了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百年风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而且而是他在这一场风暴之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好 谢谢小杨的介绍 简而言之达里奥这个整篇文章总结起来就两句话 第一不管中国遇到什么问题 只要我行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都可以挣到钱 第二就是中国现在尽管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领导层行这些问题都是可能解决 也是会被解决的 而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行 所以投资中国可以一路投资下去 他最后还总结 说问题不是是不是应该投资中国 而是应该投资多少 同时他也讲到 说的确有人说中国现在不能再投资了 说中国是敌人 这是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 如果美中爆发战争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是灾难 等等等等 他说呀 说我其实经常思考这一些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问题 我投资每一个国家都会考虑这一些潜在的风险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一些潜在的问题都没有超过要投资中国的理由 怎么看达里奥对于中国的这一份最新评论 何明先生 达里奥先生他是以这个哲学的哲理的商人 或者是投资家聚称的 所以他影响了很多的年轻的学人 就是从他的经验 他的思考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训 那么我们曾经在思想选剧报 也在华尔街论堂都市介绍他的 这种跟中国的这种渊源 那么有一些说法 对我也是很有企划作用 但是呢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他突然发表一篇文章 讲美中之间会有准备一场战争 我认为他到底是被谁忽悠了 是被北京的一个计划者司机 还是他自己老是去的中南海 那个所谓的历史语语学家 对吧 被忽悠了 我们知道这个以中国 尤其是美国这样一种国家的力量的存在 在1945年就已经决定了人的历史上 再也不能通过像这个日本 德国或者是之前更早的那种殖民战争 那种方式来用自己的产能来征服别的国家 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的所有的战争都证明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无论是韩战还是约战还是中东战争 还是现在进行的这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还是呢这个加烧战争 都是局限的受到很大的限制性的一种战争行为 他怎么会想到美中之间发生一个大战呢 那不是北京大战呀 那是人类毁灭之战 是一个不能讨论的 没有任何讨论意义的一个战争 但是出于他的手 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了 那么确实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惑 就是过去几年 不要说像达里奥先生这种外国人 就算是了解中国 他也很容易被中国忽悠 而中国人自己被自己忽悠的情况也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80年代以来 成功的这批企业家 他们面临的困惑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思想或者学问 已经呢就还成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知啊 就是在我看起来是接受心的信息少了一点 但是呢他们又有资格 他们又有经验 又有能力 甚至包括这一次参加 这个中国的发展高通论坛的一些这个西方人 出来以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言论呢 可以说简单的说是不靠谱 有一点不靠谱 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达里奥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商人 他在面临着全世界的这种发展的时候 他有时候也会迷失一下 所以他今天发表这个讲话吧 是一种补充还是一种修正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讲话似乎是有一些道理 像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俄罗斯也好 这种大的国家他有一个基本的能力 就是他手里的工具是比你想象的多很多 他只要这个领导成 老子是保持一点清醒 那么老百姓也保持一定的这个理性 这个国家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他是不不是说不能解决的 好 一个问题 稍后我们再说 不过达里奥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中国并不是没有问题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要说到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房地产的持续不景气 之前在思想先驱报中 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所谓的黄麒芬方案 针对现在房地产出现的一些市场的疲倫点 政府可以通过这个购买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把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以政府的手救活 并且通过对于这一些旧房的改造 再出售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之前我们只是作为某一种经济理论 某一种假想来说一说 而今天我们注意到中国媒体一才特别报道 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 很有可能现在就要开始试点这个方案了 具体是哪一些形式 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首先是要简单的来看一下 郑州出台的这个方案 他呢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在全中国来看 是首一个吃螃蟹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政府 那么河南郑州市是推出了一个刺激楼市回暖的 可以说是大招了 那么根据河南和郑州市的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 官方发布的一个叫一个文件叫做啊 买新宇旧换新一万套这么多 简单来说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城市郑州 在2024年将购买和改造一万套二手房促进和郑州市的房地产的销售 那根据上面提到的这份文件 是由郑州市会出资成立一家平台公司 将购买房零在20年以下的房产 也将其改造成政府补贴的出租房 那这个根据相关的分享呢 如果郑州购买的这些房产平均每套是100平方米 那么这项政策将创造超过100万平方米的一个新房的需求 相当于去年郑州中兴区新房交易的17% 那已经接近五分之一这样一个概念了 但是啊这篇这篇报道也着重提到 购买和翻新这些房产钱从哪里哪从哪里来 郑州市政府也必须确保他们去收购这些二手房的时候呢 不会给地方政府造成一个非常大的财政负担 那么之前可能也得请李奇再帮我们回顾一下 黄岐帆的这个方案 他到底他的这个真正的意义 或者是说他的简单来说 他的这个收回二手房再改造成一个这个连租房 他是怎样进行的一个步骤 黄岐帆先生主要观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呀中国实际上房地产呢 面临的是一个供需之间脱节的问题 有很多人那是手上有房 但是卖不出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呀 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持续下跌 如果一路跌下去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整个房地产毕竟是中国人民藏富的重要的来源 怎么办呢 政府现在可以出手 哎 政府通过资助的交易平台可以购买这一些房产 并且把它们改建成为政府补贴的连租房或者是新房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这样的政策呀 就会为新房产来创造相关的需求 居民呢也有更大的动力把旧房卖出去 然后再用卖卖的所得来改善居住条件 买新房 相当于我现在呀把房子卖给政府了 对吧 我手里有一笔新钱 那新钱呢 我就可以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而这一些旧房又可以经过改造来提供给那一些现在有购房需求的人 当然了 刚才小阳也介绍到这样一笔交易听上去很完美 实际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 就是政府改造的这笔钱到底从何而来 那么据我所知呢 现在很多政府啊是给很多房地产的开发商提供了有关的税收优惠方案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商如果呢负责对于这一些连租 以及城中村改造的项目进行接手竞标 那么可能对于他们的收入有相应的优惠啊 在政策上首先是给房地产开发商开了大门 另外啊中央之前的啊 我所谓的这个超长期的债券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来用来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和急需的建设项目进行支援 这恐怕也是解决地方政府现在面临财政缺口的重要一方面啊 那么现在啊尽管郑州是第一个大城市啊这样做的后果结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试点成功的话呢也不排除在全国的其他地方进行相关的推广啊 好有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暂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啊就要说到刚才何彬先生所提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修习抵得陷阱 到底怎样避免修习抵得陷阱 请不吝点赞订阅